一个靠过钢琴八级的女孩 得了狂躁性抑郁症 送到北京一家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后 不狂躁了 但从此两眼发直 面无表情 成天闷声不响 又变成自闭症了 吞咬无数 辩访明医 依旧无效 没办法 请来了李老师 李老师问他 还可以弹琴吗 那女孩回答 可以 李老师说 给你一首曲子 你弹一下吧 然后把你的感受告诉我 女孩开始弹琴 这是一首古曲 开始女孩显得对曲谱比较生疏 后来就连贯了起来 弹到最后 女孩哭了 父母见到这场景 对李老师说 大夫 自从治疗后 这个孩子从来就没哭过 您给的这首曲子 竟然让他会哭了 李老师就问女孩 弹完这首曲子 你的感受是什么 女孩说 一开始 我感觉心很压抑 后来感觉心里 好像撕开了一道缝 有一道光明进来了 李老师说 李老师说 好 你接着弹第二首曲子吧 这还是一首古曲 女孩刚开始弹第一段 眼泪就哗哗不停地流淌了下来 她就这么泪水汹涌地 把这首曲子弹完了 哭得特别的感动 等她哭完之后 李老师又问 弹完这首曲子 你是什么感受 女孩说 感觉有一股很强大的光明 进入我的内心 压抑了好多年的委屈 还有各种各样的感受 一下子就爆发了 现在感觉特别舒畅 李老师就说 嗯 很好 接下来的半个月 你就弹第一首曲子 加第二首曲子 半个月后 只弹第二首曲子 不用弹第一首曲子了 一个月之后 你就会好了 一个月后 女孩果真好了 也没再吃什么药 心态慢慢就恢复正常了 李老师用了两首鼓曲 治好了女孩的抑郁症 加自闭症 李老师用的两首鼓曲 第一首是二拳音乐 这第二首呢 是光明行 为什么是这两首曲子呢 李老师将二拳音乐 当作了佐使药 一开始曲调 委婉悲伤 和女孩心中的悲伤 产生了共鸣 但是曲子在最后一转折 映月了 月亮还是一个圆月 于是女孩的心情 一下子就开朗了 就把心脉给打开了 打开之后 再用光明行 将心脉彻底打开 彻底打开之后 合着音乐的光明喜乐 心情就好了 内在的喜乐状态就出来了 抑郁症也就治好了 中国古人认为 月通药可以治病 甚至可以通神 真实的神话 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距今大约4700年前 皇帝大败炎帝和之友后 成为天下公主 她道行天下 顺天而逝 播种白骨草木 定立法 创文字 建舟车 定算术 至英律 创医学 天下百姓 无不谦让和睦 以知风调雨顺 年年丰收 天下大志 被尊为华夏的人文十足 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中 皇帝位居五帝之首 他命月官凌伦 根据五行规律 制定了英律十二律旅 并以凤凰的名声进行较音 随后又铸造了十二个钟 作为月音的标准 当这一切完成之后 凌伦就在仲春二月 以某日那天清晨 亲自指挥演出了一场盛大的乐舞 皇帝将那天演奏的乐曲 命名为《弦池》 根据白虎通李乐记载 弦池的弦字是接的意思 池是诗的意思 弦池二字的意思就是 厚德在物 才能天地顺遂 所以一切都要遵循天地大道 耳师行之 皇帝在泰山祭天风扇之时 制作了乐曲青角 此曲《弦池万军》 惊天地弃鬼神 被称为天乐 毕师诸神汇聚 大象驾车 蛟龙出现 雨狮洒道 风波扫地 凤凰于上 虎狼在前 鬼神随后 场面威威壮观 皇帝受名于天 致力天下时 天上有祥云出现 所以皇帝就以云祭世 以云命官 根据实际记载 皇帝受命有云锐 故以云祭世也 春官为青云 夏官为晋云 秋官为白云 冬官为黑云 中官为黄云 所传中也记载说 昔者皇帝是以云祭 故为云时而云明 因此携带润于万物之甘霖的云 就成为了祥瑞的象征 皇帝为此还制作了乐曲 云门来祭祀歌颂云 皇帝命人演奏云门之时 可谓盛况空前 百官齐聚万名瞻仰 连天上的飞鸟 地上的走兽也争相而来 天下无不称赞皇帝 创至万物 安居百姓的圣德 正如天上的祥云 因此周理记载说 乃奏皇忠阁大吕 五云门以似天神 则天神皆将可得而礼仪 后来在周理中 云门就作为祭天的乐舞 来演奏了 皇帝以乐舞祭拜上天 教化天下的法度 在上古时期可谓代代相传 根据史记的记载 位居武帝第二位的专序帝 缩霞区域已经非常广大 相遇北到幽灵 就是今天的北京及河北北部 南到礁址 就是今天越南北部 红河三角洲地区 西到流沙 就是今天的甘肃省张叶市 东到盘木 就是山海心中的东海 大约是今天的日本 专序帝人得知慧 顺依天礼制定礼意 竭尽身心祭祀神秘 礼顺四十五行 笑话万名 致使鸟兽进阶感化 天下目得而福 专序帝从小就苦爱音乐 他命大臣飞龙 模仿八风之音作乐 命名成云来祭祀上帝 赞颂上天圣德所带来的万物生机勃勃 所谓八风之音 就是来自大地各方的风声 根据风向的不同 而韵律各异 千姿百态 复杂多变 或红细长短 或高低强弱 或轻拙锐盾 或平直曲折 竟显天地间自然风韵 吕石春秋英律记载说 大圣治理之事 天地之气何而生风 日志则月中其风 已生十二律 天地之风气正 则十二律定矣 专序帝还教百姓制作琴瑟 学习弹奏 百姓在劳作之余 以弹奏琴瑟为乐 专序帝又命人制作驼鼓 铸造红钟 每次演奏成云乐曲时 要先机驼鼓 朗朗终声伴随悠扬琴瑟之声 响彻云霄 传遍四方 位居武帝第三位的 是帝库 他尚成天意下顺民心 仁德威严 温和守信 恩责天下 教化百姓 天下物不归顺 他和先祖一样 为祭祀上帝建造了神坛 每年率臣民举行 规模宏大的祭祀典礼 他拜仙人赤松子为师 致礼作乐 建造祭祀和宫 和宫大殿 无碧无门 四周全是长陵大墓 殿内殿外 陈列着琴瑟 中庆等乐器 相传帝库命人完成支乐后 在仲春丁某日练习演奏 乐宫奏乐 歌齐舞随 和谐之志 这时一双美丽的大鸟 率众鸟出现在宫中 世松子说 这是凤凰成祥啊 凤凰乃具武德之鸟 能通天指 绿武音 兰九德 可见礼乐制作的极好 于是帝库就给词曲 取名为六音 此后 凤凰和鱼鸟 就在当地七宿下来 不再远非 百姓们都称颂 帝库的功德能感动情寿 可谓圣事圣锐 帝瑶位居武帝之四 他观天文 定立法 伯纳众箭 任人为贤 推行德政 以致百姓九族祭墓 名风醇厚 根据吕诗春秋 古乐记载 帝瑶登临帝位后 并以岳正志 模仿山林息鼓之音作乐 演奏时 既鼓敲启 弹奏琴色 就像是上帝的玉盘之音 帝瑶给词曲 取名为大张 用以祭祀上帝 每次演奏大张之时 都会出现百寿起舞 凤凰来仪的盛况 帝瑶还增修 就沿用了皇帝时代的贤齿 来祭祀上帝 唐朝诗人元整 在贤齿这首诗中 盛赞帝瑶的智德 原话游游兮 熟知其染 智德谷谷兮 顺智以先 原话唯唯兮兮 熟知其染 智道泱泱兮兮 游之以全 可见 愿能感悟 全在智德 史记五帝本纪 是这样称赞帝瑶的 其人如天 其知如神 旧知如日 望知如云 富而不骄 贵而不输 正是因为如此的 仁德如天 智慧若神 帝瑶时期 所至之月 才能使百寿起舞 凤凰来仪 畏惧五帝之末的是 帝顺 帝顺受善于帝瑶 积诸多美德于一身 孝闻天下 得拨世间 帝顺同样也是通过 推行礼乐 祭祀神明来理清上帝 他制作的韶乐 表达的是对 天地之志的体悟 对圣天的歌颂与崇敬 堪称天赖之影 在中国文化史上 享有经典的地位 夏 商 周 三代帝王 都把韶乐 作为国家大典的用乐 韶乐又名九韶 共有九章 相传韶乐制成 演奏之时 沁谷相合 琴瑟娇硬 销声悠扬 中庸宏大 可谓六律交唱 八音客协 引来无数凤凰 在空中隐航长鸣 孔子在齐果观看韶乐时 盛赞说 敬美仪又敬善也 以致他三月不知肉味 此后 敬善敬美这个成语 就成了美学史上 评价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 完美统一的标准了 相传 敬善南巡 平定三苗之乱时 被守执毛哥的苗敏 团团围住 情势危急 敬善没有斗舞 而是命人奏起了少乐 一时间凤凰来仪 百鸟和鸣 苗敏在和美的月身中 丢弓弃毛 舞蹈起来 一场干戈化为玉搏 后来三苗沉浮 一风一俗 敬善还作有南风之躯 相传地顺南巡时 深感南方酷暑异汉 百姓极苦 于是坐南风为百姓祈祷 请求上苍就万民于水火 因此南风也被称为 智史之月 史记称颂说 顺歌南风而天下智 顺之道和红也 夫南风者生长之音也 顺月号指 月与天地同 亦得万国之欢心 顾天下智也 孔子说 一风一俗 莫善于月 安上至名 莫善于礼 因此 古之圣贤 莫不认为 圣王礼乐 内涵天道人德 如果礼乐 充盈于天地 就能和于阴阳 同于神明 涵养行为 人行向善 明辨是非 觉悟人生 不过音乐产生之初 相传是皇帝 为了用来治病的 苍结造月 这个字的根据 是皇帝 占尺游的过程中 发生的故事 皇帝大败炎帝 登临天下 共主之位后 尺游拒不臣服 自立炎帝 继续蒸发诸侯 皇帝就 集合各诸侯 与尺游在 捉戮之眼 展开大战 但是这仗 打得极为不顺 皇帝 久战久败 一天夜里 上帝的使者 来到皇帝的梦境之中 告诉他 用牛皮之骨 骨声 可以战胜 赤尤的铜头铁鹅 于是 皇帝就用牛皮 做了八十面大骨 两军再次对阵 皇帝这边 骨声齐名 震天奴地 赤尤和他的士族 被震得头痛欲裂 皇帝正看得高兴的时候 突然发现 自己的士族 也被震得 东倒西外 奄奄一息了 皇帝赶紧找来乐师 看看能否找到 治愈的办法 乐师来后 就将士族 弓箭上的旋 挤了下来 用金属 固定在一块木头上 然后弹出 悠扬的音乐 士族听到音乐后 就神奇的 都苏醒了过来 也就是说 乐师用的乐 是用来给士族 招魂的 把士族的魂 治好了 士族就复活了 昌杰看到这个景象 心生灵感 就根据乐师 这个乐器 造了一个月字 五行中 金对应的是白色 因此字的中间 用白来表示金属 两边是四悬 底下是母 架在木头架子上演奏 后来人们发现 草药也能治病 就在乐字上加了一个草头 就成了药字了 可见药的祖先是音乐 音乐最早的功能 就是治病的 到了现代 理论物理和实验医学 也证实了 音乐确实是能治病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 量子医学之父 阿尔伯特·尔本博士就提出 构成人的肉体的中继单位 不是细胞 而是电子 而本博士在实验中发现 每种生命形式 都有自己的电磁场和频率 当这些频率被扭曲的时候 就说明产生了疾病 或疾病变得严重了 现代量子物理认为 构成宇宙 物质世界和生命的 是更微观的量子粒子 不同层次微观粒子的运动 都有自己的振动频率 例如地球相对于宇宙来说 也是一个例子 它也是有自己的振动频率的 这个频率就是舒曼公正 振幅为7.8至8赫兹 1889年 美国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 在实验室里 发现地球的公正频率 接近8赫兹 1952年 德国科学家舒曼 在研究地球及其电力层的系统时 也发现了这个振动频率 后来这个地球的共振频率 就被称之为舒曼公正 舒曼公正是一种低频波 可穿透任何物质 包括地面上的人 可以说是一种取之不尽的天然能源 人体约由60兆 是75兆的细胞构成的 70%都是水 水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介质 因此如果人静下来 让人体中的水分子 以及血液中的水分子 与舒曼共振产生同频共振 就相当于是在经常充电 就会精神饱满 身体健康 科学家发现 人体的不同组合部分 如骨骼 器官 腹脏 组织和循环系统 都有自己特定的振动频率 早在2000多年前 中国医学宝典《皇帝内经》中 对五脏六腑对应频率的问题 就有了记载 《皇帝内经》中说 甘主墓再因为脚 心主舌再因为脂 皮主口再因为弓 肺主鼻再因为伤 肾主耳再因为鱼 伯亚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 在晋国任尚大夫 是著名的琴师 善谈七弦琴 他琴艺精湛 技艺高潮 既是弹琴能手 又是作曲家 为人尊为琴仙 相传有一天 他在湖边附琴 忽然对琴彤说 今天只因毒量 定有人在倾听 琴彤望外一找 正遇到中子妻 于是回来说 回禀师父 找到一个侨夫 伯亚说 请他前来 为什么伯亚发现只因毒量 就能遇见有人 在用心听他父亲呢 皇帝内经说 心主舌再因为止 也就是说 指音代表的是心 有人听到了伯亚的琴声 他的心与伯亚的心 产生了同频共振 体现在琴弦上 指音就特别的清亮 这就是科学 对知音的解释 果然伯亚就辅了一区高山 中子妻听后说 多么巍峨的高山啊 然后伯亚又辅了一区流水 中子妻听后又说 多么浩荡的江水啊 伯亚终于遇到了 他一生中的知音 如果将振动频率 放大到宇宙 也就是人体与宇宙之间 产生同频共振 那会怎样呢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大师说 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 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 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 也就是说呢 和宇宙真善忍特性同频的音乐 就是大乐 所以礼记乐记中说 乐者天地之和也 礼者天地之序也 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群物皆别 以致教化百姓化病为通 正通人和 百业巨星 盛世太平 大礼带来礼序乾坤 大乐带来乐和天地 这就是古代帝王 以圣德之事 心礼乐而天下大志的原因了 真实的神话信不信由你 我是李宁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